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到了上司的承诺 女主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拘留所和神父交流 神父告诉女主愿意让女主全权负责这个案子 但是有一点就是必须允许神父在法庭上说出死亡少女身上的故事 为了官司能够进行 女主只好先行答应 而在开庭前 女主先是去接触了少女的家人 得知少女在宣称被恶魔附身前也都与其他准备上大学的女孩没什么区别 而且因为成绩优异还拿到了奖学金 怎么都不应该是被恶魔附体的人 此时女主感觉案件有些棘手 在开庭的前一晚 女主研究材料到了深夜 手表却莫名其妙地在凌晨三点停了下来 第二天正式开庭 检察官先是开始陈述案情 检察官说道 少女在宣称被恶魔附身后身体的状况非常不好 少女的家人便寻名医无效 只好寻求神父的帮助 而神父却为少女进行了驱魔仪式 这也直接导致了少女的死亡 随后检察官还将少女死亡的照片展示在陪审团的面前 看完后大家都被惊呆了 纷纷指责神父 而女主这边传唤的第一个证人是少女的邻居 这个老太太从小看着少女长大 在一天晚上 老太太在凌晨四点接到了少女的电话 少女边哭泣边说自己被恶魔附了身 而且家里还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先是凌晨三点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 接着家里的家具也开始自行移动 并且少女说自己感受到了看不见的重压 持续了好久才被释放 这里有点像我们中国传说中的鬼压床 对于这个证词 检察官换来了为少女治疗过的学校医院神经科主管坐证 主管判断少女得了癫痫 而且脑电图也显示少女左脑有一次癫痫病变的现象 于是主管给少女服用了一种干笔钞的药物 但之后少女却没有再来复诊 而是选择了相信神父 认为自己的问题是被恶魔附身 主管认为神父的驱魔仪式直接导致了少女的丧命 第一天的庭审就此结束 形势对神父非常的不利 于是女主再次来到了监狱 神父告诉女主 少女在医院治疗时遭遇了恶魔再次袭击 这次少女没能抵御恶魔 被附了身 自此以后情况越来越糟糕 随后少女开始在不同的场合看到恶魔的面孔 甚至在教堂里也会眼球变黑浑身抽搐 喊好少女的男朋友出现 少女才没受到更多的伤害 事情开始渐渐地超越了女主常识能理解的范围 女主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当天晚上的凌晨三点 女主从床上醒来 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 家里的异常让女主不寒而栗 同一时间神父也从床上醒来 神父感受到周围似乎有恶魔的气息 然后神父颤抖地念起了圣经 祷告一番后才平静了下来 接着第二天的庭审开始 控方找来了更厉害的神经学专家作证 事件报告称少女死于多处外伤积累 而且长期绝食导致身体机能无法恢复 在不断的创伤后导致死亡 而这些外伤都是少女癫痫发作后自残造成的 专家判断少女患有精神性癫痫失调 也就是癫痫发作时精神也出了问题 这种病如果持续服用甘笔钞的话是能够治疗的 而并不是什么中邪 女主听到这里马上站了出来 女主质问专家根本没有精神性癫痫失调这种病 专家只好承认这是她通过观察自己总结出来的 而更荒唐的是针对少女的状况 专家建议是采用电机疗法和强制卫石 即便这是违背少女的个人意愿 听到这里大家都很生气 这次法庭的交锋女主扳回了一局 但女主清楚如果再得不到医学方面的支持 她们还是会说 接下来少女的男朋友和父亲依次出庭 重现了少女着魔的场景 在他们的描述中 少女有时会身体怪异的扭曲 不停的下跪抓墙壁 还用着自己从来不会的语言 以恶魔的身份与神父对话 女主接下来请出了有着多个名校博士学位的人类学家 用科学的角度去分析少女着魔的现象 而得出的结论认为 驱魔仪式需要大脑的高度参与 而学校医院给开的干笔钞这类药物 对大脑有着麻痹的作用 直接导致了驱魔的失败 而这才是少女真正死亡的原因 随后检察官认为 这个人类学家研究不成体系为由进行了反驳 而且得到了陪审团的认可 这轮较量又以女主的失败告终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这次庭审结束后 一位医生告诉女主 自己当时也在驱魔现场 根据医生经验判断 少女并没有癫痫 也没有精神疾病 而且少女清楚自己的精神存在异常 而疯子是不会知道自己是疯子的 随后医生给了女主一盒录音带 两人约好下次出庭见面 接着女主又来到了神父的牢房 经过几次相处 女主完全相信了神父的为人 女主决定无视大主教的要求 让神父出庭 接着第三次庭审开始 神父也从自己的角度解释了事情的经过 并当庭播放了录音带 在上面记录了驱魔仪式的全过程 家人们围绕在少女的身边 被要求低头念着自己的祷告词 而且不能回答恶魔所说的任何一句话 随着神父开始念诵经文 少女也渐渐的陷入了癫狂 而附身的恶魔越来越强大 少女挣脱了束缚 集结了身边的亲人 接着少女在磅礴大雨中跑进了仓库 男人们费了好大的劲才制服了少女 此时少女的身体滚烫 大声呼喊着 然后召唤出了无数的毒虫和毒蛇 而神父一遍又一遍的念着驱魔鹤令 本来已经冷静下来的少女忽然开口说话 但诡异的是 伴随着少女自己的声音 还有一个更低沉恐怖的声音 这个声音告诉神父 附身在少女身上的恶魔有六个 他们中最可怕的是堕落天使路西法 光这一个就不是神父能够对付的 接着毒虫毒蛇开始袭击其他的人 驱魔仪式也不得不中断 而在接下来的几天 少女拒绝再进行第二次驱魔仪式 而且自残的行为也一天比一天严重 并且无法下咽任何的食物 少女也不愿意再服用甘笔钞进行治疗 最终少女在痛苦和绝望中死去了 神父的叙速加上驱魔录音带 让恶魔附身变得非常有说服力 陪审团们议论纷纷 胆开超自然力的神秘 而检察官却并没有退却 检察官指出人其实有两个身带 激荡的僧侣经过训练 就可以两个身带同时发生 有可能少女也得到过同样的训练 至于少女所说的古老语言 就是在教会学校学的 而录音带里的惊人效果 也是可以人为操作的 不足为惧 神父被检察官说得哑口无言 更绝望的是医生居然爽约 没有来到法庭作证 法官只好提前结束了今天的庭审 随后女主好不容易联系上了医生 可医生却好像刚刚经历了可怕的事情 神情恍惚 眼神充满了恐惧 更诡异的是 两人正在谈话 一辆汽车从后面开过 医生当场就被撞死了 坏消息真是一个接一个 女主擅自让神父出庭的行为 已经惹恼了大主教 随后以女主的职业生涯做威胁 绝不能让神父再说话了 接着女主告诉了神父这个坏消息 但是神父还是坚持己见 只要把少女的故事说出来 结果并不重要 而且这是让人了解神和恶魔最难得的机会 画面一转 最后一次庭审开始了 神父宣读了少女死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 上面写着 驱魔仪式后 少女听到了圣母的召唤 当被告知少女的身体已经无法被拯救 而放弃肉体就能得到解脱 如果选择继续活下去的话 少女会受到更大的痛苦 不过少女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民众通过少女的牺牲了解到了神的存在 于是少女选择不再驱魔 她的手心多了两条圣痕 这也是少女与上帝接触过的证据 读完了少女的信 神父不愿再多说任何一句话 此时检察官再次站了出来 批驳了神父的言论 所谓圣痕只是少女的自残而已 检察官告诉大家 信仰固然重要 但在法庭上事实才是唯一 女主平静地看完了检察官的演讲 然后面向大家 说出了自己作诞时间的感想 女主说道 我们所有的人都像检察官一样 一直想给所有的事情盖棺定论 用科学的名义断绝所有的可能性 但是有很多事情科学是无法解释的 就这起案件中 除了神父对少女的爱 任何一件事都不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听完女主的话 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影片的最后 神父被判有罪 但陪审团最终决定 神父不需要再服刑 当庭释放 顺利的女主没有继续当历师 而是辞去了工作 神父也从此隐居了起来 而少女的墓地 已经变成了人们朝拜的圣地 大家来到后都不约而同地 念起了少女的墓志明 你必须在恐惧和颤抖中 完成自己的救赎 这是一部根据发生在70年代 意大利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 包含着天主教教义等一系列内容 当然对于影片中的对与错 真与假 涛哥不做评判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相关的内容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